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您看到是俄乌战场的杀戮九月正式启动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发动开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攻击 俄军集中火力攻击一所乌克兰军校 至少已经造成了51个人死亡 270多个人轻重伤 刚刚完训的战场兼兵可能遭到团灭了 而最新消息传出俄罗斯这一次的猛烈攻击 可能会让美国加速同意提供乌克兰AGM-158 这一款逆踪杀手我们说过 它是可以打到俄罗斯本土境内300公里 直接威胁30座的空军基地的 因此专家就极度担心普丁出众手的这一波血清杀戮 会不会进一步触发核战 马老师会走到那一步吗 已经逼近那一步了 核战已经破绽媒节了 我真的很奇怪 各位观众 俄罗斯已经发射了数枚太空核弹 就是核弹卫星已经发到太空上面 太空核弹了 我们现在已经俄罗斯有数枚太空核弹 在低空轨道上绕行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国家紧张到万分 谁 美国 美国现在已经全面启动核战的准备 他看到现在已有太空核弹在我们头上绕了 好 各位观众你听我讲这件事情 现在俄乌战争已经到了绝命关头 普丁下令 9月30号以前 库斯科的乌克兰要赶走 但他赶不走 赶不走 他现在怎么办 他就狂轰猛炸乌克兰本土 我打得你 非测不可 我看我每天去搞你 好 这昨天各位看 俄罗斯空袭基普旁边的一个城市 你晓得吗 目前已知死了超过50人 受伤超过250人 太惨烈了 导播来看这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乌军 他们在训练所前面 欢乐还举手欢乐的照片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一群人 有几个人还活着 因为在昨天的轰炸中 各位看 他们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这些学员 全部是训练所里面的学员 还欢乐的围造 好 普丁用这么凶狠残暴的手段 去打乌克兰的平民 包括医院 学校都没放过 就是要逼乌克兰 你给我从库斯科撤军 我就不这样做了 惹起了世界西方国家的 非常生气跟愤怒 因此美国正式宣布 我要提供你JSSM的飞弹 我决定提供你了 好 各位观众 我讲的最简单 什么叫JSSM 除了核弹之外 它是世界上 传统炸弹里面最厉害的 传统炸弹最厉害的 它会松绑让乌克兰去打吗 好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我送你 但是一定有限制你 你不能够用这个飞弹 去打俄罗斯本土 因为俄罗斯已经正式发出声明了 对 如果你给它的飞弹 有一枚攻击到俄罗斯 后果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你讲了三个非常 好 我等下再给你讲 那这个飞弹 它主要是空射 空打地的 对 那空射 空射现在 乌克兰拿的飞弹有一个问题 是 它的飞机要怎么link这个飞弹 是 它都是二系的 对 它都是米格 苏凯 对 你这个系统要全面更改 你才能link这个飞弹 才能发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美国不让你打 但是你以为乌克兰都会听话吗 它会不会悄悄打 它这个一悄悄打 那就麻烦 它可以攻击俄罗斯 所有的目标 包括一个最重要目标 克林姆林宫 所以这一枚 是打得到红场的 现在为什么我刚讲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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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核弹破在眉睫 两个迹象 各位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个是路透社 独家取得的卫星画面 这里老师帮我们画了五个红圈圈 什么意思 居然这是海燕 群艺飞弹的基地 海燕 海燕要服役了 我告诉你 各位观众 我一定要跟你讲 海燕有多严重 这是海燕的发射平台 九个发射平台 每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都用很厚很厚的围主体 把它围起来 一方面让你不能攻击它 一方面它万一自爆 海燕会自爆的 一自爆毁三枚 另外六枚还活着 那红圈圈是什么 核弹头储存厂 天哪 海燕在这里 核弹头储存厂在这里 好 各位你知道海燕是全世界 天下最无敌的群艺飞弹 它哪里无敌呢 因为它用核 它是核动力 是 它的 它不是燃料 对 它就是个小型核电厂 是它的发 是它的引擎 飞行的核电厂 它就是 它的引擎就是核电厂 是 它用核能发电的 飞弹一打出去 它飞不累的 它飞不累 它核能在 是它的燃料 是 它飞不累 对 第一个飞不累 第二它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没有什么低空高空 它可以全部 全地空飞 一三个 它可以慢慢绕世界 不打下去 所以谁还在跟你什么 一万公里射程 两万公里射程 它可以一直飞 还没完 注意这五个是核弹投基地 对不对 它可以同时发射十二枚核弹 除了十二枚核弹打出去 你说我把它打掉 它本身就是一个核弹 那不是像毁灭吗 因为它是核动力 对 而且它一起飞 它有结果在污染 因为它不像我们一样 那个核电厂还有成成保护 是 它核动力是它燃料 它就开始一路出去 它本身就没核弹 你把它打下来 它整个都是核弹爆炸 好 海燕在2016年开始研发 你知道 俄罗斯四次射了十三次 是 失败十一次 对 成功两次 对 失败十一次 一次是一起飞就爆炸 把五个核心的科学家全部炸死了 是 一次掉到白海里面 掉到白海里面以后 一年后发觉 那个引擎还在放浮 真的是可怕 真的是可怕 所以现在居然 注意这张照片 海燕居然成的一个基地 就在莫斯科以北 四百九十五公里的地方 是 好 各位 最严重的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听得天下大乱 这是美国国防部 助理部长 他到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去做听证会的 做证的时候 他说出什么 听证会问他说 众议员问他说 究竟会不会发生核战 他居然 今天动力讲一个消息 他说俄罗斯已经发射 太空核弹 树枚到太空中去了 太空核弹 就是第一次被证实 被证实 他说美国已经正式 向俄罗斯 送出正式的谴责 是 如果各位知道 太空核弹怎么样 它在上面一爆炸 所有的低轨道卫星 对 全部都下掉 都下掉 因为它会有电磁脉冲 是 棒一冲 对不起 低轨道完全全部到 那个俄罗斯最恨的 就是马斯克的星链 星链就是低轨道的 因为乌克兰战争 对 就是靠 马斯克的星链在上面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它上了几枚上去 如果它一爆炸 对不起 第一个 包括台湾都会受影响 是 所有通信啊 电力啊 这些通通都要受到影响 那这世界就毁一半了呀 毁一半 海燕的基地图出来了 是 美国居然在国会证实 俄罗斯已经有卫星核弹 树枚飞到太空了 这已经是全世界大事了 现在你把普丁逼急了 我在太空核弹 一引爆 全世界都受影响 我问你啊 所以你刚提到了四个字 叫做绝命关头 容不下一丝的误判 已经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 美国有什么方法 让普丁不会误判呢 我告诉各位 美国核弹三体浅射 陆射跟空射 那空射最厉害的 是美国天下无敌的B2 幽灵隐形重型轰大机 这个B2 各位看 12架B2 联合大象起飞 飞给普丁看 这个太震撼了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震撼 我问你 考虑一下 美国有多少 现在有多少架B2 不知道 20架 20架而已 你听我讲 7架在维修 1架降落的时候损坏 所以8架是不能动的 对 12架是目前 它所有最大的战力 说哈在这里给你看了 而且我问你 再考你一个 是 B2成绩以来 最多几架同时起飞 几架 八架 这是12架 破纪录的多 而且12架 一起同时出动起飞 是 就告诉俄罗斯 我这12架 你知道可以带多少枚核弹吗 每一架可以带几枚 可以带16枚 12架可以带196枚 196枚 它同时发射出去的时候 它可以2亿3千万吨 那简直可以世界毁灭了 所以今天美国在这个关头 把12架B2统统飞起来 就是给你看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各位 美国跑去修改核弹运送投资规定 这有什么差吗 因为它本来这个规定里面规定 核弹不能轻易运送的 会出事情的 会出事的 只有重型轰炸机才能带核弹 对 它修改以后 修改什么 说C17运输机也可以带核弹 这是运输机 运输机 那怎么改呢 因为它不可能把B2这些给欧洲各国 没错 欧洲各国有C17 是 那可以丢核弹 对 丢战术性核弹 B611 这是小型战术性核弹 让欧洲各国都有丢核弹能力 对 B611核弹 欧洲有没有 有 有 已经运输了 对 所以它这个运输机可以丢核弹 其实美军 你看运输计划 早就有运输计划 是 运输计划是个什么计划 就是让运输机可以丢炸弹 好 好 各位看 运输计划 现在西腰山洞 第一次西腰山洞 我们没有西腰山洞 我们也有啊 第一次看来丢 丢炸弹下去 这托盘 西腰山洞丢下 第一次这在哪里 这在挪威 是 为什么选择挪威外 挪威不就是悬在俄罗斯的一根刺吗 就是让欧洲各国 学习这个 是 他们现在应该训练波兰已经会了 对 现在波兰已经会用西腰山洞去丢炸弹 对 所以现在美国就告诉我老师 我不只是B2 这种重型轰炸弹 算是有12架 是 我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运输机 最后一件事我跟你讲 美军现在居然重新编列预算 各位看 他所有的核武基地跟核武碉堡 全部 用 用 灰狼直升机 去保卉 就说我打核战的时候 你万一先摧毁我 我 或者你派地面部队 我先回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做了 完 完全的准备 全世界各国还在蒙蒙 蒙蒙中 我们头顶上已经有太空核弹在盘旋了 你觉得它什么时候会爆炸 美股被写洗 台股今天也跌千点 到底在跌什么 观众朋友 几乎一整个月前的现在 也几乎是一样的理由 对于美股经济前景的忧虑 怎么又来了 今天开盘 我们台股只有开盘一分钟 下跌立即杀了上千点 当然尾盘拉拉拉 可是我们还是 最后的收盘还是跌了999点 这个数字很特别 因为开盘是一个888的数字 是谁 是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最主要 真的跌的就是它 所以尾盘最后只有收到889 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担心 台积电到底情况如何 我跟你讲 我们真正来抓凶手 我们要去证明台湾根本无关我们的事 正样在哪里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其实是美国的制造业 观众朋友你看 目前为止 在PMI 也就是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现在居然让大家嗅到一种味道 也就是 你在最新公布的是47.9 居然连续两个月衰退 跌在融户线50以下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担心 哇 美国人你要衰退了 美国经济要衰退 那在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恐慌指数就带动了 恐慌指数创到30%以上 目前为止更恐怖的是 废半 我们台股最重要的是 废成半导体 废半 居然一跌 跌了将近8%左右 我说实在 那是疫情 2020年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子 这么大的篇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赶快看 问题在哪里 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是九月魔咒 来 君相你看 目前为止 这是近百年的统计 不是我来说的 你看 1928年 距离现在 你可以看到 只有九月份 撞那一支 那一支 至少1.2%以上 你看 历年来 通通都是有九月魔咒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用担心 而且我跟你讲 具象 你知道压垮这一根 最后的稻草是谁 是一根香肠 是一根香肠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最爱花钱 最爱消费的 叫做美国人 美国人无肉不翻 在他的晚餐 你一定要吃到牛肉 牛排 结果你在大口吃的时候 最近发现 在达拉斯 最新的一个 联酌会来银行 发出来的报告 居然美国人 晚餐不敢吃牛肉 他要吃什么 只是改吃香肠 所以你就知道说 经济的衰退 已经都嗅到了氛围 还有另外一个更专 更更关键的指标 是什么 是这家公司 Intel 美国投资人 想说怎么会养出 这样的一只猪队友 没错 你看Intel 我跟你讲 Intel他是半导体的巨人 直到现在 大家都不敢忽视他 可是 这是美国制造的代表 对不对 君小你可以看到 他今年 他的股价跌了将近六成 有史以来最惨 一年之内 他的营收 破到不能再破 惨到不能再破 原因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的策略完全错误 为什么呢 他的策略居然 AI 该跟上 你没有跟上AI 结果你偏偏进来 跟这个耗面子 来跟台积电 要来抢金元代工 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必须要断尾求生 在今年以来 他的营收 凄惨到不行 现在我们台积电 已经去欧洲设厂了 他现在你知道 这个Intel 现在反而反过头来 他开始砍掉 他所有资本支出 就像你知道 他原本的资本支出 打算一年真的要多少 将近一兆台币 结果你知道 现在近期他发现 他的营收各方面 通通都不行了 赶快怎么办 赶快撤手 也不敢扩厂扩建 所以你就知道 他目前为止的气数 快要将近了 那我就问你 有一个地方 短冰箱界就是德国 台积电德国厂 才刚刚签约 对吧 结果他现在Intel 传出我德国厂 我要stop 我要按下暂停键 所以我们台队在说 百人的失败 就是我的快乐 今天如果Intel 他决定在晶元的 制造代工的 这一块撤手的话 是 他非得发单 给台积电不可 会不会反而是 台积电的大利多呢 没错 你披了一辈子的面子 结果你输掉的 完全是理直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百人的失败 就是我的快乐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尬了半天 结果你最后 你不得不把你的 金元代工 交给台积电来做 这情何以堪 那台积电 目前为止掌握的商机 你知道全世界 目前预估好 这个是全球 难道半导体衰退 所以造成这个Intel这样 不是 是Intel自己敢 被他自己 全球竞争力大崩溃 所以在这里面 目前为止全球的商机 是台积电研发副总奖的 至少 这个2030年之前 有可能来到了一兆美元 是 我跟你讲 你几%通通够吃了 更何况 这个台积电还占了 目前先进制成 将近六成以上 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做些什么呢 军想 就是在做AI 而且现在 不是AI伺服器 故意从从 是AI机器人 观众朋友 你这一定要看 未来这都是你的 目前为止 像是这个美国 他刚刚推出一个 非常夯的 这非常有名 叫AI保全 你看那个胖胖的 有没有 你看到画面 非常的可爱 这胖胖的 你不要看他 他一身有272公斤 目前一台药价要30万 你觉得好像故意从从 没有 我跟你讲 他在目前为止 上工四个月 在整个全美国犯罪案件 居然减少一半 减少了一半 连保全都可以是AI AI后面 就是满满的台积电 是 全部都是台积电 所以管理局 为什么我们告诉你 台股你不用环乐 这个进场去抄台积电 就对了 在那里面 目前为止 不只是AI保全 你知道目前为止 据说调酒师 很多人觉得 我们去一些娱乐场所 调酒师 他的那个艺术氛围 完美的比例 我跟你讲 现在人型的调酒师 机器人全都出来了 一比一 真人完全没用 现在这个人型的 调酒师机器人 非常有名 他叫做亚当 好 这个亚当 目前为止在全世界 是 诈骗了所有的调酒师 我跟你讲 上千种你喊得出来的 名后的调酒 他立刻可以在30秒之内 完全帮你调出来 味道不会跑掉吗 完全不会 不要完全学习人的AI 而且 君强你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赶快去紧急正招 173公分的人 你要去留意 你的Hockey会来了 因为他要开始调教 他的所谓的特斯拉的机器人 这个实心非常汁 一个小时有1600块台币 我跟你讲 连我都很想去 但是你要注意 他到时候全是要戴VR眼镜 而且很重装备 一天要走7个小时 现在他就专门在调教 所有的机器人 以后你跟我真人一模一样 而且在这里面 已经进入生产线 因为我们调教这些机器人 就是为了要进入生产线 现在你能做特斯拉的那个 手备跟各方面 我跟你讲BMW已经出来了 他的手备机器人 目前为止叫做Vigor2 也就是这个人 这个 他的人型机器人 他可以直接在现场上线 你可以看到 当你这个汽车正在做 他有很多的板筋薄到不行 一下子就会折损 他的手指头 灵活到可以操作 我怀疑 这些人型机器人 有一天他真的是去上线 帮你组装iPhone 你都不知道 原来不是真人弄的 满满的AI 满满的台积电人数 所以 是 真问我最后问你 就是说 我们刚从Intel 撤手晶圆代工的这一块 是 那空出来的市场 真的会让台积电 赢者全拿吗 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家虎视丹丹 一直急着追赶台积电的三星 会不会顺势 也把三星 又给养肥养大了 今天这张表格 可以看出什么呢 是 很多人都觉得 哇 那个Intel退出不就是 三星大好机会 错 台积电才是真正的重点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我们就数据论数据 那个 君向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2022年的Q1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台积电全球的市场 这是全球市场 是 一直到现在 我们是2024年的Q2 你可以看到 观众朋友 我们从53.6% 全球的市场率 直到现在 我们是60% 62.3% 我跟你讲 全世界几乎 都是台湾 台积电在独揽 可是我们来看 三星 三星你何在 你在哪里呢 从那时候 大概只有16%多 一路降到现在 只有11% 而且他现在 居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怎么说 他不仅要拼你的先进制程 他要拼你的先进封装 他已经开始对外量化了 2030年 他拼过台积电 我跟你讲 大家要看 你可以看看 现在全球的封装 COAX 现在正在展览 半岛地展 目前为止台积电 有46.2% 三星多少 43.4.3% 我的天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积电 你说的尬过台积电 我觉得你做梦比较快 今天审议明年的最低工资 最后拍板定案 明年调涨4.08% 但是但是 大部分的劳工不止无感 更多是不开心 为什么 加薪根本加不到他们 最新的调查显示 如果明年最低工资 连九升不用 如果已经确定了 有近六成的老板 将会检聘临时人员 多出来工作怎么办 通通灌给正职 那本来就低薪的正职员工 不是更写汗了吗 还没完呢 加薪好康他们没份 通膨螺旋 一个都躲不掉 有45%的企业已经说了 因应基本工资连九涨 明年他们要调高商品售价 也不用等明年 从现在开始 沿巴就32年来首度调涨 甚至到张国舅强卫伞 涨幅也都20%起跳 是啊我们知道目前台湾的最大问题 就是低薪的问题 那也看得出来呢 政府希望能够摆脱低薪鬼岛的名词 看起来有些作为 包括像今天这个最低工资的 省议委员会 历经的四个小时 终于决定了明年的最低工资 要从27470元 调到28590元 涨幅约4.08% 那时薪呢 也从183元涨到了190元 可是你光看这个数字 其实大多数的劳工朋友 应该心里跟我感觉一样 根本无感嘛 就涨了一点点钱 说真的你现在的通膨都已经是盖过去 那我必须要讲 他有涨还是有人受惠 哪两类人受惠 第一个 你本来就领最低工资的人 这些人可能原本来就领个27000 28000的人 他会有些受惠 再来你本来是可能收入是高于最低工资 大概多个一两千 就可能你到28000或29000 那这次调涨之后呢 可能那个老板会愿意帮你加一点薪 所以看得出来 只有这两类人受惠 但是我们要摊开平均的数据来看 其实现在大学生是最辛苦 很多大学生啊 现在平均起薪只有3.3万 3.3看起来已经不错了呀 3.3万看起来不错 可是问题是你要跟十几年前比的话 你还是没有太多的进步 而且重点是有23.9% 也24% 将近四分之一的人 他只有月领2.6k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3.3万你以为不错 问题是 其实是非常M型化的 是 就寿星阶级高的很高 低的2万6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被拉高平均了 这个情况有多严重 是我们知道这个平均 就是两个极端嘛 高的这个 如果你大学毕业 如果你选对了科系 然后你走可能 相关的一些电子产业的话 你可能薪水很高 可是如果你做 比较基层的服务业的话 那相对来的薪水就比较低 所以现在包括卫社会 卫社会 现在这个全国产业工会 就表示说 如果你的收入 在平均薪资的中会数 三分之二以下的话 那就是目前2万8千元 大概目前有128万人 这182万人 里面几乎有一半 是在这次调薪里面 是不会受费的 这就是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为什么这一次4.08%的 这个调薪好事啊 为什么无感而且令人愤怒 就是讲的是这些人 128万人 快130万人 领28778块 高过于这个最低工资的楼地板 加薪根本没你的事 你照样领的2万8 人家他已经加上去了 你一毛也加不到啊 是等于我话句话讲啊 如果你今天是领个3万出头的 这个劳工朋友的话 今天这个楼地板调高的话 你的老板会主动把你加薪吗 可能很少 就变成这样的现象酸 那如果你是正好是楼地板 你当然可能因为 这次的政策受贿而提高 可是很多的朋友可能是领3万出头的 那领3万出头之后 加上基本公司调长的话 你的老板如果真的能够帮你加薪化 那真的是佛心来的 所以就变成说 目前有68.8%的劳工 平均的薪资是不到70万元的 年薪不到70万元 年薪不到70万元 只有69.1万 那这个比例是逐年增加 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薪资 已经呈现非常严重的M型化社会 那个M型化 我们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指标来看看 这个是104的统计 104说 有三分之二的产业低于平均 哇 那真的不是普通的M型化 是跨很大的M 是 我们知道有63个产业 它的月限大概是4.7万元 可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同分资料报告显示 将近有40个产业 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产业 是低于这个比例 就是4.7万月限 但问题是 最高跟最低的这个差距 大概是多少 来到57% 代表什么意思 来来回回 差了2万元 我们就刚刚举例嘛 电子制造业可以月薪达到6万 但是如果你做比较基层的社服 或是说一些民生的消费业 服务业等等 你的薪水大概只有3到4万元 就差了2万块钱 所以为什么我说的M型化结构 会越来越大 现在台湾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是我们故意在那边 撩拨低薪的这种愤怒感 扎扎实实还在国立大学 是 我们知道 国立大学它也有希望 征很多的这个校舍管理员 希望在晚上或是白天 能够轮班子 要轮三班 可是如果你一般只当 像这样子类似保全的工作 其实3万块钱来说也算低了 可是你看它的条件 其实还更严苛 它还要 你要会电脑文书 你还要会水电 还要会消防 还要会土木 结果薪水2万8千元而已 喂这么多才2万8 一个月啊 是啊 你当个工具人 当成这个样子 结果薪水还不到3k 30k 真的是非常讽刺一个情况 另外一些有网友 最近在网络上表示 他说我刚大学毕业 这个薪水只有2万8千多块 2万9左右 可是我看看我的同学们 每个都领大概4万块钱左右 其实我现在会有点避语 跟他们一起出来聚会 因为聚会我会尴尬嘛 因为聚会大家都会聊什么 聊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你的薪水多少啊 那一聊到说我只有2万多块钱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 所以现在社会上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我这样薪水条件比较低 我就不去参加这些聚会 我宁可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 我没办法参加 要避开这样的尴尬情况嘛 这是一场劳资的战争 但这不是战争 劳方永远弱势 为什么 观众朋友 我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统计 今天拍板工资连9升 已经有将近六成的老板说 他们会减聘临时人员 就是刚刚说的 每个小时以终点计价的这些临时人员 那事情要有人做啊 就倒给了这些正职的员工 你零两万八你也得做 零三万你也得做 那我不是更血汗了吗 我们一定希望说 能够增多点钱是最好 可是你站在看他资方的角度 他们其实看的方向 其实跟我们的劳方是看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资方的看法是说 如果调薪的话 他们盈利就会受损 盈利受损了之后呢 其实他们相对对于下面的员工的待遇来讲 或多或少也会减低 问题是很多民众讲说 我被你在工作公司工作十几年了 你有没有给我加过薪 这个才是重点嘛 所以现在就有人力行的资料提出说 在去年其实有75%的上班族 他的薪水是完全没有动的 即便你最低公司怎么样调整 但他们薪水没有动 已经有两成五的这个上班族 已经五年没有加薪了 所以你看得出来 即便你最低公司调涨 然后在公司的情况之下 他们薪水是没有动 所以变成说一个恶性循环 恶性的螺旋在这里 所以旺泽我问你 这是民营企业 你当然会觉得说 那也许我们去捧个铁饭碗 大家有得懂吗 铁饭碗这一种正职的越写害 然后临时工越聘越少的情况 依然发生吗 是 其实在公务员体系 大家必要讲 公务员体系 其实这种情况是更加严重 为什么 大家公务员进去的时候 其实薪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很多公务员都会比较说 那我旁边这个约聘的薪水多少 左看看右看看发现 约聘薪水比正职的薪水都还要高 累死我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很纳闷 我政治公务员 我工作量是约聘的两倍 因为我逃不掉 我薪水没有两倍 我没有两倍嘛 可是约聘的 看起来他的待遇是比我好 那这样就变成说 你承担两倍工作的人 你薪水没人家两倍 结果你的工作会做起来 比人家痛苦许多 像就变成连公家体系 都会有这样的恶性循环所在 所以很多网友都发文说 因为很多朋友还是领最低工资 他说如果我月休八天 我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我薪水只有2.8万 我到底要不要认真工作 其实很多网友都向上说 哎呀你真的不用认真工作 你薪水领这么少 你卖血 卖汉 卖命 为这家公司服务 公司换来的给你什么 他也不会给你挑衅 你干嘛这么认真工作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产生在各个行业里面 所以回到今天的拍板定案 这个最低工资连九升 明年加薪 最低工资4.08% 加薪都没力 可是通膨的涨价的螺旋 一个都躲不掉 看物价就知道 物价是涨东涨西的 没有涨的真的是算佛新的 那如果明年最低工资也调涨的话 现在已经有将近50%的公司 百分之44.8的公司表示 明年会调高他们的产品售价 或是服务的售价 等于涨声已经开始响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94%的上班族也很担心 我薪水如果调个一两千 那物价是不是涨了不止一两千 我过去可能涨了一两千 我还可以多一两千 可能下班之余 我可以去吃个什么东西 可是现在问题来 物价如果一餐给你涨个十块 你的薪水就是默默被吃掉 所以像主席总统计 如果扣除掉这个物质 物价上涨 你实质薪失涨的确有涨 的确涨的也没错 而且感觉上 数字上看起来也超车了 这个通膨的速度 但问题是民众没有感 你的数字显然跟民众的感受 落差是很大的 我们举一个表格 大家来看 我们说28年前 其实大家都喜欢往银行业去走 为什么银行业走 福利好 对不对 奖金又多 所以28年前就有网友 赛出这个薪资表 发现最低的薪水是33k 也就是3.3万 可是33k不对啊 我现在大学毕业 我去做银行业 也是3万多块 但不要忘记 28年前的33.3万 跟现在的3.3万能比吗 当然不能比 各位 28年前的一块鸡排多少钱 35块 下一片鸡排多少钱 基本上都要破百了吧 你再加个胡椒粉 还给你加个五块钱 都有可能 所以物价已经回不到 28年前的那样子 你的薪水就算营养 坦白讲也是没有用 再来 很多人说 好那我没钱 我度个小月 我吃个卤肉饭可以吧 结果呢 我到了台北市的市区 想要吃个晚餐 吃个卤肉饭套餐 你看 它只有一个青菜 然后一个供碗汤 然后一个卤肉饭 这样多少钱 150块 好贵啊 至少也加颗卤蛋吧 看起来比较有诚意 但是你看 这样子的套餐要150块 很多人都吃不下去 而且分量真的很少 我跟妳讲 如果是要我 我一定要吃两碗的 我绝对吃不饱 太少了 只要150块钱 那我问你 还有一些朋友 他是反正 哪里有便宜 我往哪里去 比方说像是 超市超商的集齐品 那边可以打折 我们就来去抢便宜 现在听说 也起了一些变化 是啊 我以前也在超商打过 我也知道很多民众 可能会在这个 晚上半夜的时候 来看那边有集齐品 那就有打折 原本可能60块 然后打折变40块 对很多学生来说 我省这个20块 OK啊 反正也还没过期 OK的嘛 结果现在的集齐品 堆满了物价上 没人要去买 为什么 因为已经涨价 涨到 现在的集齐品 我跟你讲 如果它涨到100块 它再打个折 降20块 变80块 还是很贵嘛 所以你看 我一直涨20块 我再打8折下来 也等于 也等于原来的价格 完全没有降价的感觉 所以你根本也花不下这个钱 如果要是80块 我干嘛是超商的集齐品 这问题就在这里吧 所以你看超商集齐品 现在没有人要去吃 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说真的 现在这个大通膨时代 薪水也没涨多少钱 只能祈祷你真的不要生病 因为你生病的话 连药都涨价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非常有名的 张国舟强卫市场 他已经六年没有调涨 那现在他决定要调涨 各位观众 他小罐的从150块 涨到180元 大罐的好 你说买大罐比较便宜 大罐的600元 现在涨到720元 涨幅20% 真的为了做饭当中 听你讲到这个地方 我要多烤两池了 可是他涨价了 所以现在不只涨价 不只只有吃而已 包括你食衣住行 一样一样多长 那即便你的工资 调涨一两千 或多或少 都会被你的通膨 鎖通通吃掉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登前看 再一次 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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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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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